欢迎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三则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一则来自肯尼亚的消息 该国军方首脑弗朗西斯、奥蒙迪、奥加拉将军 在该国西部的一次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不幸丧生 这起事故引起了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的高度关注 并迅速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 接着,我们转到马尔代夫、前总统阿卜杜拉、亚明 因洗钱和贿赂指控被判11年监禁 但最近高等法院裁定其原审不公、下令重新审理 这也可能对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产生影响 最后,我们关注到国际政治的最新动态 美国和英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 这是对伊朗近期对以色列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的回应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系列震惊世界的事件中 从肯尼亚军方高层在直升机坠毁事件中 不幸罹难到马尔代夫前总统被释放并重新审判的法庭决定 这些事件不仅揭示了各国内部的挑战 也展现了政治、法律和安全领域的紧急动态 首先,来自高呼US的报道 揭示了一则悲剧性的消息 肯尼亚军方首领弗朗西斯、奥蒙迪、奥加拉将军 在该国西部的一次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丧生 这架直升机在肯尼亚的大裂谷坠毁并爆炸起火 事故中仅有两人生还 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称 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时刻 并紧急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 救援和恢复队伍已被派网坠机现场 在另一个角落 Associated Press报道了马尔代夫前总统阿卜杜拉 亚明因洗钱和贿赂指控 而被判处11年监禁的判决 被高等法院推翻 并下令重新审判的消息 这项裁决可能会增强总统穆罕默德 穆一组的政党在议会选举前的地位 高等法院裁定亚明在2022年的审判 是不公平的并下令释放它 亚明被控在他2013至2018年任期内 接受贿赂以租赁一座岛屿 重新审判的日期尚未安排 BBC的报道则进一步深入了 肯尼亚直升机坠毁事件的后续发展 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召开了一次 紧急国家安全会议 讨论了这起直升机坠毁事件 据当地媒体报道 包括总统的首席军事顾问 和肯尼亚国防军总司令在内的 高级军事官员都在机上 这架直升机在肯尼亚的大裂谷坠毁 并爆炸起火 共有5人丧生 另有3人生还 救援和恢复队伍已被派往坠击现场 坠击原因尚不明确 这些事件不仅凸显了肯尼亚和马尔代夫 面临的内部挑战也展示了在政治 法律和安全领域迅速应对危机的重要性 从肯尼亚军方的悲剧 到马尔代夫法律系统的变动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 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持续的警惕和应对能力 对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公民的安全至关重要 在纽约市针对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提起的形式指控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根据雅虎新闻和YouGov的一项新民调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些指控并非小事 调查发现有57%的受访者认为 伪造商业记录已掩盖像一名色情明星支付风口费事 一项严重罪行 此外还有30%的人认为这不严重 14%的受访者则表示不确定 这一数据揭示了美国社会 对于特朗普面临的法律问题的看法分歧 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法治和政治诚信的普遍关注 在另一场政治动态中 至少15名肯尼迪家族成员 计划支持现任总统乔拜登 而不是他们的亲戚罗伯特F肯尼迪小儿 这一决定在BBC的报道中 被特别强调 表明肯尼迪小儿独立竞选总统的举动 未能获得家族内部的支持 肯尼迪小儿在考虑争取民主党提名之前 已经开始了他自己的竞选活动 肯尼迪家族在爱尔兰有着深厚的根基 几位家族成员在圣帕特里克杰那天 还访问了白宫 这一背景下 肯尼迪家族对拜登的支持 不仅凸显了政治忠诚和家族价值观的冲突 也显示了美国政治景观中的分裂与团结 与此同时 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个与国际贸易相关的问题 即中国的廉价出口 正威胁着拜登总统振兴美国制造业 和推广清洁能源的工业议程 报道指出 拜登正在考虑实施措施 以保护向电动汽车生产和太阳能板 制造这样的新兴产业 免受中国竞争的影响 工会、制造业团体和经济学家认为 为确保拜登工业计划的成功 可能需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实施更多限制 美国和中国都在利用政府补贴 来支持经济增长 并在全球清洁能源技术市场上 争夺主导地位 这一报道揭示了全球经济中的竞争态势 以及美国在追求工业和环境目标上 所面临的挑战 总的来说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美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无论是特朗普面临的法律问题 肯尼迪家族内部的政治分歧 还是拜登政府在国际贸易领域的挑战 都反映了美国社会和政府 在处理内部和外部事务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这些事件不仅对美国的未来产生影响 也对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近期的国际新闻中 世界各地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事件 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到自然灾害的发生 都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与讨论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 也凸显了各国政府 在应对这些挑战时的策略与行动 首先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了美国和英国 针对伊朗发起的对以色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宣布了新一轮的制裁措施 美国财政部针对16名个人和两个尸体进行了制裁 这些个体和尸体涉及伊朗的无人机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生产 包括在攻击中使用的引擎类型 美国商务部也限制了伊朗访问低级技术 英国则对7名个人和6个尸体实施了制裁 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 这一举措是在G7领导人承诺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的背景下进行的 欧盟领导人也决定加强对伊朗的制裁 与此同时 Nike Asia揭露了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达成的一项绅士协议 根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说法 这项协议是在罗德里哥杜特尔特总统任内达成的 根据协议马尼拉承诺不在第二托马斯交菲律宾实际控制 进行修缮或建造结构 作为回报 北京同意不干涉向菲律宾军舰运送食物和其他物资的行动 这一揭露似乎只在对当前马尼拉政府施加压力 因为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小的没有承认这一协议 在自然灾害方面 The Toronto Star报道了土耳其中部发生了5.6级地震的消息 这次地震发生在托卡特省的苏卢萨赖镇 并在临近省份有所感受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土耳其位于活跃断层线上容易发生地震 去年土耳其南部和邻国叙利亚发生了7.8级地震 导致超过59000人死亡 这些事件反映了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多重挑战 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到自然灾害的威胁 都对全球的稳定与安全的构成了考验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应对这些挑战时 不仅需要灵活的策略和果断的行动 更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共同应对这些全球性的问题 在足球的世界里 传统与现代化的拉锯战从未停歇 The Independent最近报道了一则足球迷 可能会感到震惊的消息 英格兰足球协会FA宣布 下赛季将取消FA杯的重赛制度 结束了150年的传统 这一决定不仅引发了对英格兰足球联赛 EFL俱乐部的赔偿呼声 而且也让人们对于足球赛事的未来发展 充满了好奇 FA表示 这一变化旨在加强FA杯的吸引力 同时也确认了与英超联赛的新协议 将每季队基层足球的资金支持 增加至多3300万英镑 然而 EFL对于在这一重要日程决定上 缺乏协商表示了失望和挫折 而在地球的另一侧 大自然的力量再次展现了 它不可预测的一面 根据Associated Press的报道 一场5.6级的地震 最近袭击了土耳其中部 镇中位于距离首都安卡拉 约450公里的Solacery镇 幸运的是 这场地震没有造成严重的伤亡 但一些建筑物遭到了损坏 在临近的省份 一栋两层楼的建筑 在Yuzgat倒塌 Bagdaily村的几间房屋和仓库 也受到了影响 土耳其位于活跃的断层线上 经常发生地震 2011年 一场7.8级的大地震 曾袭击土耳其南部 及邻国叙利亚 造成超过59000人死亡 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旅游风情中 The Independent分享了一项 有关2024年夏季 欧洲最便宜套餐假期 目的地的研究 这项由Wage进行的研究 分析了15个欧洲国家 70个地区的 超过4500个套餐假期 结果发现 传统的低成本目的地如保加利亚和土耳其 并未出现在榜单上 相反 由于拥有大量的住宿选择 和经常较便宜的航班 一些在成本上通常较高的国家 如希腊和意大利的目的地 却意外地跃升至前列 希腊的Kalynos岛被评为最实惠的目的地 其次是同样位于希腊的Thasos岛和Lefkader岛 而以高昂价格闻名的阿玛菲海岸 也意外地排在了第六位 在全包式假期方面 特内里费岛被评为最实惠的目的地 其次是科斯塔布兰卡 弗埃特文图拉岛 保加利亚的波尔盖斯 和土耳其的Dail Amman 这些报道不仅揭示了我们生活的世界 充满了变化和不确定性 从足球赛事的传统变革 到地震的突然袭击 再到旅游目的地的意想不到的变化 他们提醒我们要保持灵活和适应性 无论是体育自然还是旅游 变化似乎是唯一不变的常数 在一个充满期待的夜晚 Estonville 阿尔队 迎来了他们在欧洲会议联赛 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的对手 法甲球队里尔 根据Telegraph的报道 Estonville 拥有微弱的2-1优势 进入这场比赛 球队经理Ona Emery 拥有在欧洲赛事四分之一决赛中 连续七次获胜的辉煌记录 而里尔则拥有法甲最佳的主场战绩 里尔的经理 Paulo Fonseca对Estonville 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说这支英超球队 没有明显的弱点 比赛中 Douglas-Louis的回归 为Estonville带来了额外的信心 这场比赛 无疑将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对决 同时 在法国 一部关于总统Emmanuel Macron 和他妻子 Brigid Macron关系的电视剧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Telegraph报道 法国电影制片公司Gamond宣布将制作一部六集的电视剧 Brigid and Family Brut 讲述这对夫妇从1992年相遇到现在的故事 前法国文化部长Roseline Bachelot 甚至建议Rian Gosling和Juilio Roberts出演Maycron夫妇 这部电视剧将是首次描绘在任法国国家元首私生活的作品 无疑将引起巨大的社会关注和讨论 而在艺术的领域 2019年的威尼斯双年展 似乎并未能满足所有人的期待 根据Telegraph的评论 这次展览 因包含了太多已孤艺术家的作品 历史作品的平庸 以及缺乏心意 而受到批评 尽管如此 评论家对于一些国家馆的展出 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如埃及的Y.L. Sharkey 和土耳其的Golson Karamustafa 此外 Yuko Mori和Hildegener Burgess Dottier的各展 也获得了积极的反馈 这似乎提醒着我们 在艺术的世界里 新鲜的视角和创新的思维 始终是最受欢迎的 从足球场的激烈对决 到电视剧对政治人物私生活的探索 再到艺术展览中 对创新的渴望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不同领域中 人们对于卓越和新颖的追求 也反映了当代社会多元化的文化景观 无论是在体育竞技中展现的策略和技巧 还是在艺术创作与文化生产中 体现的创意和批判 都让我们看到了 人类不断探索和超越自我的精神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